独居女人熟睡后 床底竟爬出一个男人 对方熟练拿出迷药 捂住女人的口鼻 然后脱下自己的衣服 搂着女人入睡 等到凌晨四点 闹钟响起 男人准时起床 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 然后悄然离开 但女人早上醒来 感觉浑身疲惫 她单纯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 浑然不知是药物的后遗症 更不知道有男人搂着她睡了大半年 女人名叫金敏 是一位银行职员 独自一人住在首尔的公寓房 因为害怕有人潜入 她特意买了男士衣物 并在门口摆上一双 两千块的男士皮鞋 以此来营造家里有男人的假象 直到有一天 她刚准备上班时 意外发现门锁盖被打开了 案件上还有被人按过的痕迹 女人莫名心慌 连忙更换密码以防万一 到了晚上 女人拖着疲惫地身体回家 竟发现门锁盖再次被打开 女人顿感不安 直到看见妈妈贴在门上的便签后 又放下了玄智的心 但当她准备关灯睡觉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按密码锁 她害怕地缩在角落里 大气都不敢喘 很显然 有人试图闯入房间 过了一会儿 外面的声音逐渐消失 女人鼓起勇气从猫眼向外看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确定安全后 她打开了房门 发现地上多了一个烟头 女人害怕极了 直接选择报警 但警察因没有案件发生不与立案 认为这并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无奈之下 报警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 晚上女人熟睡之后 那个男人竟然再次出现 他悠然地从卫生间走出 轻轻抚摸着女人的头发 第二天 女人被闹铃催醒 头仍然是昏昏沉沉 为了查清昨晚是谁开门 她找到物业查看监控 不料竟然只有电梯监控能运作 其他监控都是假的 女人由于害怕 她让物业陪自己回了家 物业确定家里没有异常 女人才让她离开 但因为监控的问题 让她产生了换房子的念头 结果因租金太贵 只得作罢 这天银行来了一个怪人 表示自己说在社区见过精明 并强行拉着女人去喝咖啡 女人连忙拒绝了她 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 甚至辱骂她 让她非常尴尬 幸好暗恋她的科长及时出现 将那个男人赶跑 下班回家时 电梯门即将关闭的瞬间 一个男人闯了进来 但没有按楼层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女人风声鹤唳 看谁都不像好人 电梯抵达楼层后 她并没有动 直到男人走出电梯 才跟着走出去 看到男人真的住在同一层楼后 她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当晚 女人沉沉睡去时 那个男人又一次从床底爬出来了 女人每天熟睡后 床下竟然爬出一个变态 对方随即掏出迷药 熟练地捂住女人口鼻 然后她走进浴室 用女人的牙刷刷牙 小心翼翼地摆回原位 洗澡后 她吹着口哨清理地板 处理掉所有毛发 然后定好闹钟 光着身子搂着女人入睡 她已经这样做了大半年 处处小心 女人到现在都毫不知情 每天早上醒来总感觉昏昏沉沉 喝牛奶时发现牛奶减少了一大半 她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 不过事业上女人有了好消息 女人通过了实习 即将转正 这天晚上 女人因为加班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正在思考如何回去的时候 银行里那个纠缠她的怪人出现了 拉着女人的手强行要求一起走 幸好科长及时赶到 开车将女人送回家 让她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然而 女人回到家时 家里竟停电了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女人害怕地转过身 小心透过猫眼向外看 发现是科长来了 原来是女人下车太急 把钱包落在了科长车上 科长是来还她钱包的 还顺便帮忙恢复了女人家里的电力 随后想借女人家的厕所方便一下 女人担心厕所不整洁 提前进去收拾了一番 竟发现马桶该是打开的 她顿时傻眼了 不安瞬间涌上心头 想起自己根本没和科长说过住的房号 难道科长就是隐藏在暗处的变态 女人惊恐地打开门 还不等科长回答 女人借口说要去买咖啡 赶紧跑了出去 科长见状则淡定地关上了门 等女人再回来时 带来了两个警察 她认为科长绝对有问题 来到家门口时 女人不敢开门 见女人犹豫 警察便要来了密码 女人被警察叫到警局 警察怀疑她是凶手之一 因为房间内有与第三方的打斗痕迹 科长是在麻痹后在被勒死的 再加上女人屋内有大量男士衣物 警察怀疑她伙同另一个男人杀害科长 女人陷入崩溃 没想到家里竟然存在着另一个人 但没有证据 女人最终被放了 然而回到银行后 女人却立马被行长辞退 无疑让女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为了安全 她决定立刻搬家 可就在收拾东西时 意外发现了一张同栋楼的门卡 难道这就是凶手的家 于是她一个个去尝试 一家 两家 三家 终于 在七楼打开了一间房门 房间内布满灰尘 好像已经荒废了很久 通过桌上的单据 在银行上班的闺蜜 查到了七楼女户主的名字和消费记录 她们拨打女户主的电话 但没有人接听 很快她们又有新的发现 这位女户主总是会在下午一点 到一家便利店购买三千二百元的东西 于是 她们决定蹲点 突然 有人消费了三千二百 是个女生 还刚好是一点 两人急忙跟上 但在一个岔路口跟丢了 无奈之下 闺蜜二人也只能分头行动 随后 女人找到一个可疑的房子 门锁和公寓竟是同一个款式 她随便输了几个密码都不对 正打算放弃离开时 她却又回过头 鬼使神差地输入了自家密码 门居然开了 她捏手捏脚地走进屋子 眼前的一幕让她永生难忘 独具女人每晚睡觉都会被猥亵 这天她终于发现了异常 顺着线索找到了一处宅院 当她走进屋子后 她惊呆了 屋内竟然绑着一个女人 胳膊上还插着吊瓶 女人正慌慌张张想打电话报警时 她慌忙躲进了床底 很快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 熟练地拿出麻醉剂注射进了被绑女人的手臂 从男人的自言自语得知 床上躺着的就是七楼的女护主 而此时女护主正被男人一点点分尸 女人吓坏了 趁凶手不注意 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前 就在快要成功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女人慌忙夺门而逃 凶手也紧追不舍 在慌乱中 女人藏进了一处仓库里 但还是被男人发现了 关键时刻 她的闺蜜赶到了 用手推车撞倒了男人 警察也在这时赶来 两人成功获救 随即警察对附近进行了搜查 找到了一具尸体 尸体的手上正挂着女人的名片 在警局里 警察逮捕了之前骚扰女人的变态 种种线索都表明 她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可对方一直在否认 由于没有证据 男人被无罪释放 而女人为了安全搬到了新的住址 并加了三把锁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还好只是快递到了 可让她傻眼的是 快递里竟是她在犯罪现场丢失的手机 手机中充满了她熟睡的照片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是闺蜜的电话 可接通电话后 视频里出现的竟是一个陌生男子 随后男子走进了厕所 而此时 不知情的闺蜜回来了 女人大喊着闺蜜的名字 但闺蜜却像听不到一般 女人慌忙出门跑到闺蜜家 看着视频里的凶手就要聚下闺蜜的腿 女人拿起灭火器就开始砸门 可就在这时 银行里纠缠她的变态抓住了她 将她打倒在地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闺蜜也安然无恙 在医院里 认为女人在小题大做的警察心怀愧疚 送给她一个企鹅监控 女人回到家 安装好监控后 终于感受到安全感 接着女人去便利店买东西 却遇到了一个男人 是之前的物业小哥 小哥很热情 但女人隐隐感到不安 正当要离开时 听到小哥买的东西正好也是3200元 不仅如此 小哥的表也是旧款电子表 女人连忙跑回家 把三道锁都挂上 可就在这时 警察打电话过来了 说之前银行里纠缠她的变态 被人宰了 这证明了凶手另有奇人 让女人待在家里别乱跑 心神不宁的女人坐在床上 突然发现家里凭空出现了蔬菜粥 显然有人来过 她害怕地打开监控 发现果然有个男的进了屋子 现在就在床底下 女人吓坏了 想强装镇定 但颤抖的腿出慢了她 等她再次醒来 她只感到浑身无力 身后则是抱着她的变态凶手 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找准机会一口咬住男人的耳朵 踉呛着向外走去 但凶手很快抓住她 要拿斧头砍下她的手 恰好这是柜子倒下 将两人压在里面 在挣扎中 男人撞到了钉子 一命呜呼 女人最后被判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虽然现在没人跟踪她了 但床下却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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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